這蓬鬆劑他就是有醫學報告去證實 其實他是會 真的所以這種甜甜圈 還是像這種鬆餅這種東西 真的你看像年輕28歲就骨折了 所以其實也是跟他平常的一些 飲食習慣是有很大的關係 這邊稍微呼應一下前面幾位醫師講的 就是說其實之前跟高糖跟癌細胞有很大的關係 那其實說糖分是癌細胞最喜歡的食物也不為過 就一篇研究顯示出有關乳癌的患者 你如果是接受術後不管是接受治療之後 如果你沒有改善你的飲食習慣 控制你的糖類的控制的話 其實乳癌的復發率是相對升高 會高達兩倍以上 我這邊有兩個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有一個40歲的女性 其實她是一個很年輕的女性 來就是因為吃多喝多尿多 然後很明顯就是糖尿病的點子症狀 那其實後來我再問一下她的飲食 其實她跟她說她自己的糖尿病 她還不太願意相信這樣子 然後她說你這其實就已經糖尿病 一驗血糖已經300多 那糖化血色度也是高達8以上 那其實她就是三餐都是 就是早上去吃麵包 然後也很喜歡吃這個義大利麵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請她飲食調整 然後加強藥物控制 然後因為她比較年輕 所以就很短期間就控制得很好 那另外一個就比較嚴重 她是一個50幾歲一個舞蹈老師 其實舞蹈老師她體態保持得非常的好 然後她自己經常在運動 帶學生運動 然後其實 對 她跳舞這樣跳舞 對 我是幾歲這個熟女 其實她每天都帶舞蹈 然後她某一天突然帶 但她覺得胸口很悶 然後就要休息 其實她前一天就這樣子 然後第二天還是一樣 然後她還蠻有Sense的 就馬上到心臟科門診來做檢查 我一檢查 那個心肌梗塞指標已經突破10以上 超過0.03 心電筒也是呈現心臟缺氧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這個心肌梗塞趕快做心臟管 她也是一點差異 她覺得不可能 我每天運動 然後我飲食控制得很好 然後這個 然後我會說 沒有 你這個心肌梗塞 我一直趕快跟她講 她說要趕快做 然後後來趕快 裹不起來 她就是左邊的左前 就是左邊的最重要的那條血管堵塞了 然後趕快把她緊急 放一個支架 然後把血管打通 後來也是一樣檢查出來 其實她也是有 這個糖尿病三高的問題 那她會覺得說 她那麼覺得我體態 其實她身材真的保持人 舞蹈的時候體態很重要 然後她其實也是都定期運動 她就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也是跟飲食有關 那她也是長期 因為也是喜歡吃下午茶 就是說其實她們早上 大部分是早上交往課之後 然後下午就是會約一些 大概三五好友 姐妹淘一起吃下午茶 那下午茶其實大概就是 剛吃那些 剛不會就是一些鬆餅 然後有時候就是早 有時候會變成說中午 可能不見得有吃 那下午會就搭配個義大利麵 或是剛剛講的這個生菜 他們覺得生菜砂很好 可是那個醬汁真的很危險 那個醬汁 尤其是美乃之後 那個時候醬汁調 其實那個都很高糖的食物 然後後來就是 請她一樣飲食注意 然後這個飲食 就是請她不要吃 就是吃正餐就好了 不要吃下午茶 建議可能下午茶是戒掉這樣子 然後就是搭配藥物控制 那目前是控制相對穩定 我想問你心臟的組合三條血管 是 你會心肌梗塞 因為一般都是三條 可能老化三條都阻塞 才會去截取別的血管去做 那個叫做繞繞手術 對 那個也必須要做 對 可是你如果是一般血管 沒有堵住三條 她怎麼心肌梗塞 她就塞一條還有兩條 對啊 應該 程度問題 程度問題 沒有 應該是說心肌梗塞 其實坦白講 她的這個成因就是 心臟裡面血管的內膜破裂 然後導致這個斑塊掉出來 然後把這個血管堵塞住 急性心肌梗塞 我們要搶時間 通常都是99% 甚至100%的堵塞 那不是說你今天堵一條 另外還有兩條 不是這樣子 其實你只要一條堵住了 那對心臟的供氧量是很重要的 有些血管 尤其是右邊的血管 它如果是堵住的時候 像我昨天在處理一個70歲的婆婆 也是右邊的血管 她在比較末梢的地方堵住了 她就呈現心肌纖維 就是需要電解那種 就馬上就急救了 所以我們一般的觀念就覺得 有三條路可以通嗎 其實都很重要 每條支配方位不一樣 支配的地方不一樣 所以比如說你卡到的是 我們最主要打的那個心臟 可是老人家哪有可能三條都會好 所以他就說 他剛剛就說一個老人家 他一點點地方塞住 就整個心臟受不了 其實那個 牽一髮而動全身 那有些是呈現一種很微妙的 危險的平衡 就是說他三條都不好 他互相會支援 互相會循環 其實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因為其實WHO在早期的時候 他建議一般民眾 每天吃的糖分 是佔總熱量的10% 但是有介於現代人 對於糖分的重度依賴 加上所謂的 慢性糖中毒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所以他把它下修到5% 就這樣剛心沒講的 一天大概就是5顆方糖 手搖杯如果動輒一杯 500-700cc的蒸出來 它大概是15顆左右 所以大概是一天建議量的3倍 所以當然長時間這種糖分攝取過多 那當然會導致很多的一些老化的問題 那如果很多人想說 那我還是很喜歡吃下午茶 就像韋汝覺得下午茶是人生的小確幸 那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話 當然還是 頻率的問題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如果你真的吃的話 你晚餐記得你的澱粉量就要減少 做一個調整 你不能說下午吃了 晚上我還是吃 除此之外 其實糖分在我們身體的代謝 需要消耗非常多的維生素B群 所以當你有時候 如果真的吃了蛋糕吃到飽 你今天吃的超飆了 麻煩你在B群的部分 還是要做一個補充 那至於說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其實我覺得像這個焦糖固定 算是一個稍微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它跟其他的蛋糕 或剛剛講到這些冰沙比較起來 它的蛋白質比例比較高 而且如果以比較好的品質的話 它通常是一些牛奶 或者是雞蛋來做的 所以相對它的糖分密度就會少一點 但是不是說每天吃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吃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其實還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選擇 啊 啊 因為它是孕婦嘛 說實在的人很奇怪 不邪惡的甜食好像不好吃 對啊 不邪惡的油炸補薄 不邪惡的麻辣薄薄 不邪惡才吃 但是偶爾吃就好了 不太常常吃 其實所有醫師都好像講 其實所有生活健康 都跟吃有關係 對 對不對 並從口入嘛 但飲食跟健康習習 生活習慣能夠影響一個人的健康 所以呢 我們不要被不健康的外食 來控制自己的生活 如果要外食可以有一點選擇 就能拯救自己的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你知道手上的珍珠奶茶 隱藏些什麼危機嗎 上班族除了外食足比例高之外 中午吃完飯往往喜歡 買一杯手藥飲 再去公司下午慢慢享受 其中最受歡迎的 就是陽明國際的珍珠奶茶 一杯700西式的珍珠奶茶 平均的熱量大概500大卡 如果每天喝一杯的話 連續二到三週 可能體重就會增加一公斤喔 除此之外 其中的奶精 其實基本上跟乳製品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下次在喝奶茶的時候 你不見得是喝到鮮奶加茶喔 一定要特別小心 奇異果被號稱是 營養密度最高的水果 其中豐富的維他命C跟維他命E 可以刺激膠原蛋白的生成 可以有抗氧化的作用 跟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裡頭豐富的果膠 可以降低我們的膽固醇 其中它豐富含量的鈣離子 可以穩定我們的睡眠 跟預防失眠的產生 還有它有大量的纖維素 可以幫助我們腸胃道蠕動 跟刺激排便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有一些人 仍然不建議大量的攝取奇異果 因為奇異果裡頭的 假離子含量高 所以如果你有腎臟功能異常的人 或者是你長期在服用 抗氧血藥物的人 記得要適量攝取哦 想來熄悉 你選擇一下 我要拿去 鑲子 我先重新進去 然後再裔好 它裔好 我就將它的